南雨天后受意图台风外围环流影响 出现间歇性雨势 风浪明显逐渐增强 树木被吹得随风摇摆 甚至还有高压电线被墙风吹落 在半空中摇摇欲坠 造成东青野营两个部落大停电 刚才这个电线高压的部分 突然间有爆炸声就冒火花 然后就发生那个上面的木都很赶 那个地方就烧起来 就是盐分 盐分的关系 盐分重了 那个变成两条线中间变成盐可以导电 就像这样萌萌细的话 电影就挡过就拍拍拍 就锈头一样木头都烧断了 说现在南雨活离化电厂工作班的抢修 目前电力已经恢复正常供电 虽然玉兔台风没有直扑蓝雨 但是东北季风及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 人具威胁 根据蓝雨气象站资料表示 强劲的风势出现在早上9点45分 最大增风13级 平均风速5到6级 提醒族人异图台风目前虽然已经逐渐转弱 但还是要避免外出活动 以免发生危险 尤其新闻小朋友大声台东南雨采访报导 好